哈喽 这里是超频时代 今天是2024年3月8号 一位正义的地球人走了 鸟山明一代漫画大师 离开了这个世界 享年68岁 可曾记得孩童时期 抱着一本本漫画小人书 嚷嚷着只要集齐七颗龙珠 就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做出这样甜美的梦 如果今天的人们有七颗龙珠 那愿望一定是复活鸟山明 再给我们带来一次 童年时期龙珠的感动 爱好游戏的粉丝们 熟悉的经典RPG游戏 勇者斗恶龙 其中的人设 也几乎全部由鸟山明作画 当时玩勇者斗恶龙十一的时候 就感叹 为何卡谬这个角色 长得那么像超级赛亚人 原来他们都是 鸟山明笔下的孩子 时间调软至1995年 由Square Endings出品的 超经典SFC游戏 时空之轮 应该有老玩家玩过 时空之轮开发团队 有被Square称为梦幻团队的 三名设计师 最终幻想系列的生父 板口薄信 勇者斗恶龙的生父 枯井雄二 而负责人设的 正是自由漫画家 鸟山明 2006年12月发行的 XBOX 360游戏 蓝龙 人设同样是鸟山明担当 可以说不管是漫画还是游戏 我们的童年 总是有它的身影 时间再往前推 鸟山明还有一个 叫阿拉雷的作品 在香港一座IQ博士 台湾一座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中国大陆又一座天才博士 和他的机器娃娃 阿拉雷第一座动画 在1981年播出 是一部讲述天才博士 和机器娃娃 在企鹅村的日常生活的爆款大作 可以说是70后和80后的 童年作品 很多人知道阿拉雷的成功 但是不知道成功之前的心酸艰苦 为了让阿拉雷连载 鸟山明曾经经历过一年半的时间 和编辑《鸟岛核艳斗智斗勇》 在期间有500多张漫画被退稿 鸟山明疯狂脱稿 一脱再脱之下 在即将解稿前 将鸟岛核艳的形象 化成搞笑的马西里特博士 马西里特道怪念 特利西妈 也就是鸟岛核艳的姓氏 之后阿拉雷获得小学馆漫画赏 并在日本售出了超过3500万册 这一年鸟山明25岁 连载期间每当鸟山明灵感枯竭 就会去看成龙的功夫喜剧 成龙的招牌武功最全 蛇形雕手的动作设计 成了鸟山明的最爱 他开始尝试在动漫中加入中国元素 而这两张照片是鸟山明和成龙的合影 他们的私交也非常好 1982年当阿拉雷连载到117话时 一个中国家庭斋式出现在漫画中 其中斋兔杰还在后期扮演过孙悟空 成龙孙悟空这些元素 隐隐的在为日后龙珠的诞生积蓄力量 阿拉雷连载4年人气居高不下 尤其是女性读者分外青睐 甚至一度被冠与被母亲认可的最佳漫画 4年后鸟山明又发表了龙珠 持续连载11年 让自己成为动漫界不可撼动的传奇人物 龙珠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和成功的漫画之一 简直就是一个传说 全球销量达到2.6亿册 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漫画系列之一 被认为是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 日本漫画发行量达到最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兄弟们 在海贼王的时代到来之前 永远记得要有一个时代 名字叫做龙珠 Dragon Ball 在海外 龙珠的动画提升了西方世界对动画的喜爱程度 而今天海贼王的作者伟田荣一郎 在道文中写道 您的存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 并向鸟山明留下的充满创造性的世界 致以敬意和感谢 这是年轻时候的鸟山明 坐在桌前戴着眼镜 照片中的他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那是对漫画的热爱 这张照片好像会说话 我们可以想象 当他正在集中精力投入作画时 拍照的人喊了他一下 他抬头不经意的一笑 于是有了这么一张照片 而在今天 我看到这张照片中 他的笑容时 眼眶不禁微微湿润 是的 他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据我所知 漫画家都是不要命的人 无论是伟田 暗等还是鸟山明 都是夜以继日不断工作 不惜牺牲睡眠时间 也要不停的画 因此疾病缠身 阿拉雷时代 鸟山明思考故事和大操稿用三天 描写完稿用四天 就寝时间和睡觉时间不规律 到极限了就睡觉 此外的时间就不停的画 由于阿拉雷为单元式故事结构 每篇的故事都是独立不连贯的 要思考有趣新鲜的故事是一件难事 因为早期的熟练程度不如后期 做法比较谨慎细心 耗时相对较长 而龙珠时代 鸟山明最快记录 为半天完成思考故事和操稿 描写完稿半天 共一天完成一画 实在是令人惊异的效率 平均下来完成一页的完稿 耗时大约20到30分钟 由于故事未连贯了 所以思考起来不需要太长时间 加上对作画越来越熟练 基本上只要用铅笔勾了几下 大概定下角色的大概位置 就可以开始上磨直接画了 2024年3月1号 鸟山明因为急性硬膜下血肿去世 距今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 而粉丝们在今天才得知这个消息 心情自然是无比沉重 正义的地球人 举起你们的双手 熔岩元气弹 接受王的制裁 龙珠这本漫画 我第一次看的时间 距今已经有十多年了 很多细节虽然模糊 但能历历在目 它的影响派回深远 很多梗都被晶晶乐道了几十年 记得其中有个人物叫龟仙人 传授了悟空龟派气功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 就曾经和同学玩一个叫龟派气功的 类似剪刀石头布的游戏 可以说是当年中二病的启蒙 说来羞耻 但这确实是曾经的孩子们最喜欢的招式 另外有一个梗叫对波不要站在左边 好像也是这个龟派气功 站在左边跟别人对波那必输 甚至很多后来的作品都借鉴了这个定律 是吧 还有一个梗叫战五渣 意思就是你这个只有战斗力只有五的渣 出自七龙诸中的人物拉蒂兹 在漫画中拉蒂兹是一个邪恶的外星人 他有一个能够探测对手战斗力的仪器 当他来到地球后 他遇到了一个普通的农夫 他的仪器显示 这个农夫的战斗力只有五点 于是他就很鄙视的说了一句 战斗力只有五的渣 后来不知道怎么这个战五渣就流行了起来 这也是一个很搞笑的梗 龙诸中的角色我非常喜欢比克 虽然他很绿 但是帅的抠脚 性格冷静 意怒孤傲 充满智慧 战斗师绝不留情 为重战士中少有的智力型角色 本身是将世界推入地狱深渊的邪恶大魔王 会因受到孙悟空父子的影响 而逐渐发生变化 虽然一直坚持着为了征服世界 而暂时利用你们的说法 但在多次与悟空等人并肩作战之中 已逐渐气恶向善 他还是一个傲娇 起初大家都以为比克是一个坏蛋 但是在逐渐洗白之后 比克的人气就越来越高 据鸟山明说 他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比克 他是他在漫画中第一个喜欢上的角色 他有一张很冷酷的脸 但是他太酷了 坏人变成好人 虽然是一个烂桥段 但是画出来的感觉实在是很不错 还记得有个角色 叫贝吉塔 非常惨 弗丽萨一战结束后 听说悟空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 于是决定以超越颂空为目标 一直留在地球上努力修行 我觉得他虽然是悟空的竞争对手 但确实是一个很苦逼的角色 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被无数次蹂躏之后 还能继续站起来 永远落后悟空一头 但是永远积极向上 不服就是干 兄弟们 倘若哪一天生活遇到了困难 就想一想 贝吉塔的坚韧步伐 生活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 《鸟山鸣》走了 留下的仅有他被传承至今的 熠熠生辉的作品 上一次我这么难过的时候 还是游戏王的作者高桥和西离世的时候 他们的作品虽然中二 但却永远有一股激励人心 让人奋发向上的力量 激励的痛是可怖的 残烈的 所以健康无点 最后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身体健康 长命百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